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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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哪怕是异类的庙 都是见犯忌讳的事情 所以 工程队即使已经在附近安营入住了 这座狐狸庙还是迟迟没有推倒 工期也一直在延后 几个胆大的工人闲得没事就商量着 一起去那座狐狸庙看看 当时这个人的老婆正好来工地上看他 他本来不想去 耐不住几个工人催寒 心中也是好奇就跟着一起去了 那座狐狸庙早就荒废多时 香火也不知断了多久 他们几个进去逛了一圈 里面什么也没有 空空落落 就是在中央高台上 供奉着一尊尼苏的狐狸像 如同人一般家夫而坐 可能因为时间太久的原因 狐狸像的面部早已斑驳难辨 只能隐隐看出个轮廓 底座也裂开了不少缝隙 看起来摇摇欲坠 要说这几个人也是胆大 闲得没事 起哄要把这尊狐狸像抬起来 抱着在庙里转一圈 谁坐不到 晚上就请大伙吃饭 这尊狐狸像也不大 就跟个十一二岁的小孩一般大小 那几个人都是常年在工地上做事的 吃的也是利器饭 火台火碑都成功了 这个人本来只是在一旁看热闹 看着别人都已经完成了 想着自己要是吃一不绝 私底下肯定要被人嘲笑 晚上这顿饭也要出血了 索性也一样上去 抱着霓相转了一圈 本来这件荒唐事 也就到此为止了 但因为它是最后一个 所以要把那尊狐狸像 再放回高台上去 那几个工人 当时也可能是想看他笑话 就没上前搭把手 他心里憋了一口气 咬着牙独自把狐狸像放到台上 刚放上去想松口气 一不留神 这尊狐狸像就从台上 咕噜噜倒了下来 摔在地上 四分无裂了 当时 这一群人都不敢说话了 看着裂成一地的泥塑像 尤其那个狐狸的头 直接摔成两半 泥塑的嘴唇 似乎还似笑非笑地对着他们 说不出的诡异 出了这个事 大家心中也隐隐犯着嘶一样 什么兴致都没有了 彼此招呼一声 就出了狐狸庙 准备回工地 可能因为事情出在自己身上 这个人是最后一个出去的 临走时 他龟使神差地回头一辟 就看见 那散成一地的泥塑中间 隐隐有一颗通体如碧玉 不沾灰尘的圆珠子 他心中一动 也说不上什么想法 只是感觉这颗碧玉珠子 似乎有点来历不凡 干脆回头把珠子抄在手中 转身跑了 晚上一群人回工地 他回出座屋找自己老婆 吃完饭 躺在床上一时也睡不着 就从兜里 掏出白天在狐狸庙捡到的那颗珠子 在手中捕住把玩 这颗珠子也不知是什么材质 看上去轻盈透彻 放在鼻前 似乎还有一股若有若无的谈香 渗入心扉 他把玩了一会 猜不出来这颗珠子是什么来历 为什么会出现在那尊泥塑的狐狸像中 感觉也没什么意思 就在准备睡觉的时候 心中莫名一颤 隐隐感觉一个人在直愣愣地看着他 他连忙扭头望去 原来是自己老婆 都说眼是心灵的窗口 但刚才他老婆的那个眼神 怎么说呢 就像是换了一个人 十分陌生 诡异 让人浑身发麻 他老婆是那种典型的农村妇女 长得虽然不算好看 打扮还有点土气 但持家能干 平时生活里也是个质朴勤快的女人 只是刚刚的那个眼神 就像是一头眼冒绿光野兽 他下意识喊了两声 又用手 在自己老婆眼前晃了两下 他老婆才慢慢恢复过来 只是眼睛还直愣愣地 盯着他手里的珠子 开口说的第一句 这颗珠子哪来的 他心中也没多想 只说是 自己白天和工友 一起在一座狐狸庙中捡到的 他老婆似乎非常喜欢这颗珠子 向他逃过来把玩 一副爱不释手的样子 他看自己老婆这么喜欢 就没有再要回来 一夜大梦 第二天一早 他醒来一看 他老婆早已起身坐在椅子上 手中拿着一面镜子 似乎在看什么 说来也是奇怪 只是一晚上 他却感觉自己老婆 像是换了一个人 虽然相貌衣着都没有改变 但那种从内到外散发的感觉 却截然不同 也说不清楚 是哪里不同 就是隐隐感觉 似乎变得好看了 而且一些动作神态 惊慌让他有看到那些 大城市里女子的感觉 再也不是之前 那个熟悉的农村女人了 那种内在气质带来的疏离感 让他心中百味掺杂 说不上来是什么心情 之后几天 他老婆要回去村子里 在车站前 他突然想起什么 问他老婆 那个碧绿色的珠子呢 他老婆眉头青醋 歉意地说 可能是弄丢了 然后挥了挥手 进了车站 他看着自己老婆的身影 融入人群之中 再也分辨不出来 接下来 这个人继续在工地上干活 而上面也终于确定了 拆庙的时间 随着一声巨响 那座狐狸庙 在拓土极下坍塌成灰 工程得以顺利开展 而远方家中传来的消息 让他心中的不安与日俱增 家里的那些朋友告诉他 在这段时间里 他老婆与人交流得越发稀少 大部分时间 都是自己一个人 关在屋子里 不知道在做些什么 偶尔露面 别人都惊为天人 说他老婆变得美丽动人 甚至让人不敢直视 这个人再也坐不住了 他跟工地请了个假 连夜回到了老家 可等他到家的时候 才知道 他老婆早在他到家的前一天 失踪了 他和家里人找了好几天 一直找到当地的车站 才听别人说 看到一个像他老婆的人 一大早坐上出生的火车 不知去向 后来 这个人找到叔叔 说了这件事 请他帮忙 找回自己的老婆 叔叔用了一些办法才知道 他老婆 已经被那只狐妖给夺赦了 狐狸庙不在了 狐妖自然没了踪影 又能去哪里寻找呢 可没想到 在一次机缘之下 居然真的让叔叔 再次遇到那只狐妖 那时他从云南 怒江那块得到一个宝贝 准确说是一个邪物 当时的叔叔不以为然 有着对宝物狂热的喜爱 当然也是为了赚钱 那时候 中国案件还不是很严 叔叔得到这个宝贝之后 辗转找了一个绿皮车 准备连夜回内地销出去 因为云南那块气候潮湿 再加上当地人生地不熟 那回世道也乱 他上车的时候 已经是将近凌晨 叔叔当时又累又困 正好作为又在醉里面 就跟外边的人告了个醉 缩在位置上沉沉睡去 刚刚睡着没一会 身边好像有个人 在疯狂地摇他 叔叔勉强睁开眼 就看见一个穿着破烂的瞎子 脸上密密麻麻的 全是窗口毒疤 里面还在流浓犯着恶臭 周围的人都捂着鼻子 避之不及 最耸人的是 那个瞎子的眼睛上 截着两块厚厚的死巴 中间位置 不知道用什么东西 钻出两个小孔 借着车厢里昏黄的灯光 隐约看见那两个小孔里面 居然隐约看到一丝绿光 叔叔当时又骑又急 也没管那么多 强撑着睡意 骂了那个瞎子几句 那个瞎子嘴里嘟囔着 也说不清什么 只是不时抬头看着窗外 似乎在害怕着什么 叔叔估计这人应该是疯了 就没有理会 裹着衣服又睡过去了 这次倒没有人打扰 只是当时路况颠簸 叔叔睡了个八小时 就被颠醒了 迷迷糊糊中 突然感觉哪里不对劲 因为常年学习方术 叔叔在他师父的训练下 敏锐利也远胜常人 他当时觉察到不对劲后 背上的汗毛全都炸开 一点睡意都没有了 因为他这一圈寂静无声 本来车厢里挤得满满的都是人 那些没有座位的人 还围在一起聊天车单 但叔叔这个座位旁边 静悄悄的 什么声音都没有 甚至连人的呼吸都没有 他小心抬眼看了一下 这才发现 原本身边坐着的两个乘客 不知道什么时候全部换人了 也不知是不是下站了 换成了陌生的一男一女 那个男的就不说了 表情木讷 低头看着手中的报纸 但那个眼神怎么说呢 不像是活人的眼神 死即灰白 最恐怖的是 那个女人 坐在叔叔正对面的座位上 怀里抱着一个婴儿 低着头一动不动 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木像 就是寺庙里供奉的那种木制神像一样 没有生机 连带着他怀中的孩子 都一点哭闹声都没有 生养过孩子的人可能知道 小孩一般都天眼未观 所以白天阳气赤裂的时候 他们会入睡 而晚上阴气旺盛之时 他们会哭闹不停 难以入睡 我听叔叔说 这是因为 那些小孩看到了一些 不该看到的东西 而这个女人怀中的孩子 就是一动不动 仿佛他抱着的是一个死胎 并且这两个人身上 都穿着厚厚的凹子 裹得严严禁禁的 问题是 当时可是夏天啊 叔叔当时就感觉到不对劲 挣扎捉响起来 但脚底下 好像跟车厢扎根了一样 死活抬不起来 而且身上软绵绵的 也没有力气 那种感觉 就跟鬼压床一样 当时叔叔心里就是一尘 糟了 这是遇到邪雾了 那个时候 天还没亮 正是一天之中 阴气最重的时刻 窗外不知什么时候 起来很大的雾 隔着窗户 也不知道绿皮车 行驶到了什么地方 就在这时 车厢整个一颠簸 就像是地龙翻身一样 车厢里的行李货物什么的 稀里哗啦 全部落了一地 不少乘客被砸得痛醒起来 叔叔略微运工提起 感觉身体恢复了行动力 而此时 绿皮车早已停止行驶 车厢里乱成一团 惊醒的人们 在车厢中四处拥挤走动 但诡异的是 无论车厢有多拥挤 靠近叔叔这两台座位周围 人们好像下意识地避让开 似乎一种无形的力量 扭曲了光线 叔叔所在的这两台座位 被于是隔开 叔叔看着这诡异的一幕 心中也有点忐忑 不过 他这么多年来在外闯荡 身上还是有一些衣仗的 那就是他 左手手腕上的一串提命结 他早年遇见一个艺人 那位艺人当时看着其貌不扬 流落街头 叔叔一时善心大发 送了那位艺人三个馒头 那个艺人收下馒头后 就送给他这串提命结 提命结 看着像是紫色藤腕 编织而成 上面有三个藤结 艺人说 一个藤结 能救叔叔一命 叔叔一直视若归宝 话虽如此 叔叔心中还是有点泛意 毕竟平白无故 招惹来两个来历不明的邪物 也不知道 他们为了什么而来 到底有什么图谋 他看着身边陌生的一男一女 心中突然想起 之前在昆明逃来的那个宝贝 那是一颗玉心 这玩意 当时被叔叔从云南一个行脚商那里买的 据说 是从一个玉矿中开凿出来的 那个玉矿靠近缅甸边界 开凿了有一段年岁 深达几公里 里面通道弯曲复杂 据说当年抗战时期 死了不少人 经常有矿工在里面挖出一些年代久远的尸体 甚至还有古人的尸体 俗话说千年石头万年玉 古人落葬的时候 口中也常会含着一枚玉器 因为他们相信 与这种东西是有灵气的 可以化解万毒 可以辟邪阵魂 而叔叔逃来的这块玉心 据说就是从一个死人口中掏出来的 叔叔想到这里 心中大概就透彻了 但是还没想好 怎么应付身边的两位邪恶 这是车厢中突然多了一群身穿军装的人 那是军队的人 但是这大晚上的火车停轨在这荒郊野外 短短十几分钟不到 军队的人就来了 这时怎么看都透着一丝诡异 绿皮车上的人经过短暂的骚动之后 在军队的管制下慢慢恢复平静 大家都坐在座位上 只是不时还交头接耳 小声议论着什么 叔叔看着那一群军队的人 在车厢中维持着秩序 心里也七上八下 虽然之前车厢里的人 看不到自己 但是这些穿军服的 看起来就一身肃杀之气 明显不是那种刚从军的新兵弹子 是见过刀枪淋过血雨的 身上的洋气重着呢 邪恶的那些障眼法 可以蒙骗普通百姓 但对这种人 玄 可好巧不巧 一个军装头一贴 似乎注意到叔叔 嘴巴一咧 老乡 你一个人坐在这呀 说着 坐是想往叔叔旁边的座位上坐 叔叔心一提 那可不是空位呀 还坐着一个邪物呢 他瞄了眼旁边 如同死人的陌生男子 心里忍不住盘算着 那个军装坐上去会是什么样子 张口就要提醒 不过呢 各军装看着也只是做个样子 身子一挪又站直了 叔叔这才陪笑了一下 口中应付了几句 把那个军装应付了过去 顺便又旁敲侧击的 询问了下 绿皮车停轨之事 那个军装看起来口风不严 犹豫了一下 含糊不清地说了几句 但叔叔出门在外多年 还是接这几句话 把事情推测出了个大半 当时心就凉了半截 前面有湖群拦到 火车是被逼停的 那些狐狸成群结队 跟受人指挥一样 上半身挺的笔直 静坐在前面铁轨上 数量成千上万 在夜色的笼罩下 黑压压的一片 根本望不到头 感情这些畜生 是都成了精了 深山也林子不钻 出来跟人抢地盘 又或者是 他下意识捏了下 怀中那颗雨心 这个宝贝才到手没多久 怪是就一剑接一剑来 先是两个邪恶上车 又是这湖群拦倒 难道都是奔着这颗玉心而来 就在这时 远处传了一阵火车汽笛声 那些军队的人 似乎收到什么指令 陆陆续续地往车下走 不时还有几个军装 高声劝慰车上的旅客 说刚刚只是火车故障 现在已经被排除了 让大家安心一类的话语 难道是前面那些狐狸都散了 他扭头一看 对面作为空荡荡的 那两个邪恶 不知什么时候 竟然也全都消失不见 似乎之前发生的一切 都只是一场梦夜 可就在这时 一个身影突然从叔叔身后窜了出来 紧紧抓着叔叔的袖子 力道大的飞人 叔叔回头一看 那个人衣着破烂 裸露在衣服外面的手臂 脖梗 甚至是脸上 全是模样恐怖的 独窗恶巴 说不出的恐怖 正是之前刚上绿皮车时 遇到的那个瞎子 叔叔清吸一口气 这个时候 可不能莽撞 他按下性子 小声道 这位高人 可有什么指教吗 那个瞎子口中支支吾吾 似乎喉咙里卡了个东西 说话十分困难 他艰难地吐出几个字 他们 不再 走 声音沙哑 就像用指甲在黑板上 划过一样瘆人 叔叔瞅了瞅窗外 外面夜色笼罩 只能看到一片深沉如海的漆黑 绿皮车现在还没开动 而前面的一些胡裙 也不知道去向 荒郊野外的 就这么冒冒然出去 又能去哪里 瞎子似乎感觉到叔叔的迟疑 脸色抽搐着 又艰难憋出几个字 车上都要死 快走 车上人都要死 叔叔眼皮一跳 回头看了看 车厢中满满当当的人群 那些人们还在滋滋不倦的 讨论着刚才的事 完全没有意识到大难临头 叔叔脸色阴沉 只感觉心脏砰砰直跳 一股热血涌上脑门 他张了张口 犹豫了下 想提醒车上的人 但一时又不知道该怎么说出口 身边那个瞎子 不时左顾右看 似乎已经等不及了 拉起叔叔的手 就往车下冲去 当即 叔叔一咬牙 也顾不得收拾行李 顺手操起他 常年不离手的那杆肠烟锅 跟着那个瞎子 趁着没人注意 偷偷溜下绿皮车 借着夜色的掩盖 往远处跑去 荒山野岭的 还是大半夜 大风刮得格外凄厉 带着若有若无的奇异回音 吹得人浑身凉意 他们这一路上 磕磕碰碰 也不知道跑了多久 只能看到远处的山脉 在夜色中起伏 仿佛巨大恐怖的怪兽 默默注视着两只蝼蚁 亡命狂奔 叔叔跑着跑着 突然感觉不对劲 瞎子拉着他的那只手 似乎不是人手 上面不知何时生长出 一层坚韧的毛皮 五根手指 不 那绝对不是人的手指 四肢短 一指长 如同钢水浇筑一般 猙獰有力 正紧紧地 靠着叔叔的手腕 叔叔抬头一看 原来那个瞎子 不知什么时候 变成一头巨大的白狐狸 人力而起 正在前面 拉着他狂奔的 那头白狐狸身上 皮毛看起来坑坑洼洼 不满伤痕以及毒疮 就像被火烧过一样 凄凉中透着诡异阴冷 但这个情景 只出现了短短一瞬 下一刻 那只白狐狸 又变成之前的瞎子 叔叔眼皮剧烈跳了几下 腋下胡奔 这种诡异的情况 落在谁身上都要心机 瞎子似乎还没有发现异状 扭回头疑惑地看了叔叔一眼 叔叔不愧是今年老江湖 结合之前绿皮车上发生的一系列怪事 以及眼前这头画成人形的老狐狸 一个匪备所思的猜测 在他心中慢慢成形 他心中飞快闪过几个念头 脸上勉强挤出一个笑容 高人 我突然想起来 行李还全部落在车上 那里面 还有一块我千辛万苦得来的宝玉 夜色下 瞎子本来就一脸阴沉 听到叔叔的话 脸色更加又黑 叔叔强撑着一口气 定定地看着这头狐狸 随时防备着他抱起 等了好一会 下次沙哑着嗓子道 在这等 我有法 取 不会是 让你的胡子胡孙去取吧 叔叔心中犯了个嘀咕 同时 也更加坚定了心中的猜测 但现在能拖一回是一回 当下一人一呼 就在这荒郊野岭 残月西星下默默等待 也不知彼此都是在等什么 那个瞎子不时回头张望 似乎随着时间的推移 越发焦躁不安 叔叔偷偷瞄了一眼 只感觉他那两个 被死巴覆盖的眼睛中央 不时泛着绿油油的光芒 这个时候 叔叔也不敢多说话 掏出随身带着的长烟锅 又拿起火石点火 可能因为凌晨野外的露气太重 摩擦了几下都没点着 索性抽出几条烟液 放在口中咀嚼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 那个瞎子突然身子一震 口中发出野兽般的嘶吼 听起来愤怒至极 叔叔心中一动 转头正好迎上瞎子 愤怒扭曲的面孔 在他的眼前 那张千疮百孔 满是火毒的脸 渐渐扭曲变形 生长出毛皮 下额变得尖又翘 变成了一个狐狸的脑袋 你骗我 那头狐狸沙哑着嗓子 用人类的腔调 一字一句道 你在等他们 叔叔心中一沉 目光下意识往旁边一瞥 夜色如海中 远处有两个身影 如鬼魅般 正在急速接近 而眼前 那头狐狸前肢下垂 后腿曲张 纵身向他扑来 休息三秒 喝口水 马上回来 三 二 一 我回来了 喜欢我故事的听友 可以点赞视频 以及订阅我的油管频道 搜索 燃烧的故事 您的支持 是我日更的最大动力 回到故事里 叔叔早有准备 一个闪身毙了过去 本来妖物的身法 是肯定要比人快上许多的 但是 此时那妖物 不知为何 已经身受火伤 而叔叔的失诚 本就是以善出入 必死延伸为法门 一行换影的功夫 虽说未真化尽 却已早已不是一般的妖物 能触及的 那狐狸一击不中 本欲再度扑上来 而那两个邪物 却已经趁此机会 赶到战场 当下 一壶二邪便争斗了起来 叔叔见此情形也不愿久留 刚想离开 却发现 身边不知何时 已经被密密麻麻的狐群包围了 就算他再能闪避 也很难逃脱出 这狐狸大军的包围 叔叔当机立断 咬破手指 念动咒语 然后 用手指上的血 往手上的那串 替命结上一抹 顿时 那替命结 放出一道强烈的紫光 紫光照耀之处 狐群仿佛看到了什么致命的东西 一溜烟就跑没影了 等叔叔回过神来 那两个邪物也不见了 只见一头白色的老狐狸 躺在地上奄奄一息 而在老狐狸身前不远处 滚落着一颗碧绿的珠子 在夜幕下发着悠悠的绿光 叔叔试探着走过去 捡起那颗珠子 再回头一看 那只白狐居然燃烧了起来 火光之中 叔叔居然看到一个女人的身影 若隐若现 后来叔叔才知道 那颗珠子 正是当年狐狸庙的那颗碧绿珠 那是狐妖的内丹 他表弟的老婆 正是因为拿着这颗内丹 才被狐妖夺赦 但是 一般像这种 强行抢夺人体修炼的妖怪 都会遭到天结 有的是雷结 有的是火结 而这头老狐狸 正是遭到了天火焚烧 说到这 叔叔吸了口烟 缓缓道 我曾听人说过 玉这东西可以化解万毒 尤其是当时得到的那颗玉心 也就是那几个邪物的抢夺目标 明显就不是普通之物 老狐狸身上满是毒疮恶疤 一看就是身患天火的火毒 没有这颗玉心 他也就活不成了 所以 打我一上车的时候 他就过来找过我 只是没想到 玉心的主人来得这么快 所以 他后来才用什么狐狸拦到的把戏 一方面吸引玉心主人的注意力 一方面借机引我下车 我若有所思到 玉心的主人 其实就是一开始 那两个邪物吗 叔叔顿了一下 说 或许吧 那些深山古矿 一般都会催生出诡异的宝贝 而三部之内 必有护博者 那两个邪物怀中抱着的婴儿 恐怕就是传说中的玉胎 他们应该就是护博者 而玉心就是玉胎的一部分 只是不知道 二者为什么会被分离 又被当初那个行脚伤得到 只是 千年时 万年玉 八十一节难为人 若得玉心化冰心 亏得长生殿上主 叔叔抽了口烟 一反常态的 迎出这句语烟不祥的话 随后似乎自觉失口 摆了白手道 我和你说这个干什么 这种东西 常人一辈子也不会见到 就当个乐子听听罢了 只是 无论是当时的叔叔 和我都没想到 这个玉胎 不仅在以后重新出世 而且 与我们还有诸多的牵连 甚至引出一段 横跨两千年的阴谋 多少奇人异事 必是道统 都被身不由己地卷入其中 最终打开了那座 名为长生的古殿 好了 听友们 这篇故事到此结束 敬请期待 下一篇更精彩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